好了,又是未來和大家玩玩玩具的環節 今日未來有幸,這幾天收了 亞馬遜錄單買的機械哥吉拉 作為雲商店限定 究竟做得好不好呢? 我們來看看吧 盒後面見到機械哥吉拉的所有姿勢 同期有King Kong和哥吉拉 遲些這兩隻,我看看有沒有閒錢都會想買 我們來開箱玩 這隻給我的感覺頗有新鮮感 做得好不好呢? 就另外一馬事 我個人覺得是有特色,但不算好 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看 開箱之後就是這樣的 裡面本體是非常之小的 有兩隻替換手型 給未來兩秒鐘時間 才拿出來 老實說這隻哥吉拉的機械哥吉拉 是有特色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是有特色 但它做得好不好呢? 就是另外一馬事 我們來看看手型的配件 手型配件有四隻手型 兩隻合起來,兩隻打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老實說我覺得 現在這隻機械哥吉拉 比以前的哥吉拉 即是機械哥吉拉 漂亮了 但又差了 為甚麼差在哪裡呢? 這隻是等於變成一隻大型的大膠 是沒有甚麼可動可現的 我們來看看這隻 首先,頭部的可動 上下頭部的可動 他是參考了2019年的哥吉拉 做藍本的 在劇中,他用了王者基多拉 其中一個頭部 來做骨架改裝 而成的哥吉拉 所以是有自己的思想 那麼 在劇中裏面 他們亦都被其他玩家笑稱 他是 其實 那個身體 是哥吉拉 但是心靈是 王者基多拉 我們來看看配件 配件方面 不是看配件 是看可動 手的可動 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是90度 這個位置很實 這個位置的最盡可動 就是這樣 我也怕會扭斷 手的可動 這個位置按道理應該是金屬 我摸上手感有點像金屬 基本上是這樣 大概的手的可動 大概的手的可動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的可動性 其實是很差的 但是這個東西 你說有沒有賣點 我覺得是有的 首先我們玩完可動 這個位置有點鬆 但是 都沒什麼所謂 對我來說 是不算影響十分大 那麼兩邊手的可動 左右鱗是沒問題的 肩膀可以舉起 這個炮位是可以撬開的 但是 看看能不能撬開 給大家看 我撬開了這邊 給大家看 有個跑口 兩邊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就 這邊好像比較難撬 看看能不能撬到 給大家看 撬開了 大概就是這樣 腳的可動 這個 因為有條 液壓金屬管 所以可動性 不可以拉到很盡 拉到盡 就會爆開 彈出來 所以 不推薦 動太多 大概是這樣 那麼 雖然 可動這裡是這樣 但是 其實腳的可動 是 本來腳的可動 是很高的 但是 被這個位置弄死了 沒辦法 這個 這個 我摸到 是類似金屬 有些少 凍冰冰的感覺 應該是金屬 那 這裡 我看說明書 應該都可以全部撬開 變成導彈的 看看能不能撬到 給大家看 藥膜就是這樣 但是很難撬 這塊最難撬 這塊最難撬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知道什麼事就行了 那這隻 我覺得最大的壞點 就是尾巴 為什麼呢 我動給大家看 尾巴 是不同了以前的哥茲娜 以前的哥茲娜 會是怎樣呢 我動給大家看 就是這隻 就是這隻 拿回一隻1989哥來對比 以前是這樣的 咳咳聲 但是 新版這隻 Gia Godzilla 就改善了 類似一條鐵線裏面 包這隻 尾巴 所以 這隻 扭起來很有手感 特別有手感 我們來看看腳的可動 腳的可動 腳的可動 這裡可以這樣轉 這裡也有一個金屬管 可以動的 向前向後拉 沒問題 這裡其實有做轉的關節 類似這樣 但是因為這條管的關節 變相都等於是沒有可動 這隻腳掌是金屬 如果你問我這隻 哥茲娜 我覺得是做得比舊版的 當然是哥茲娜 漂亮 但是就漂亮 比三色基隆 只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一隻哥茲娜 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影造型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是特別大隻的 我給大家看看 還是一隻1989哥太小隻呢 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參考一下 特別大隻的這隻 基本上是這樣 好了 這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